現在回答的問題是關於做釋放如何做 我從聖經的了解 我覺得釋放是包括靈、運、生活方式 有很多地方釋放只是靈 即是跟你祈禱 趕邪靈、釋放重擔 但他回家後又發明氣、不開心、重擔 那些問題都會持續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靈、運、思想、意志、感情和生活 都需要處理 所以我們會有輔導 其實開班是一個好的想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逐個逐個幫忙 但開班後都可以逐個逐個幫忙 開班的時候就可以教導 其實在網上我也有些教導 講到有人的釋放、運的釋放、生活的釋放 那就是怎樣處理思想意志感情 思想第一 我們會不會覺得神是最好的? 走上神的路是最好的 有很多人在這方面都有疑問 神是不是將最好給我? 神留下很多好東西不給我? 神對的那些我也得不到神的愛? 這些觀念其實是很違反聖經的 神是這麼美善 總之很冤枉神的 我經常都覺得人冤枉神 而且覺得神好像後母一樣 不是將好東西給我 只是想利用我 這個思想是錯誤的 也對於生命、對自己有很多錯誤 我都是沒用的 人生真是苦的 人生真是苦的 不過在神裡面又起落 人們都是不好的 人們不喜歡我 這些都是在思想裡面受到影響 這些影響可以由童年的時候開始 受到影響的傷害 以及他集了那些信念 也有些人會列出很多不同的信念 譬如信念是說 我是沒用的 人家罵我我就要罵他 四程不順利我就要發脾氣 這些信念其實是謊話 這些思想是需要教導、處理的 其實這些在聖經裡面 是裝滿了如何處理生命的思想模式 以致 很多人就說 我最想耶穌回教會 我已經是乖乖基督徒了 但是聖經講到 每一個人都是神 都想我們將身獻上當作活際 整個生命獻給神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能夠察驗神 善良純全的喜悅的旨意 很多人對神的旨意 就是有一種負面的體白 全道人就要行神言語的計劃 我們這些 總之 煮飯、吃飯、結婚、生仔 就行了 想那麼多事情 他沒有看到 原來我們 行光神的旨意 可以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婚姻、兒女 他全部都包括了 如何祝福周圍的人 他們覺得 神的旨意 是好的 不過很刻苦 很慘 那些不適合我 總之就是上天堂 我現在走完自己的路 甚至太多基督徒 沒有想到神是很美善 走完他的路 就充滿美善 整個生命都是充滿福樂的 因為他的信念錯了 所以他的意志就錯了 他的意志就是 我要賺錢 我要找個我喜歡的儀聖 我要怎樣 那時候 他的生命的方向 根本就是 設在世界 而真的很多基督徒 可以說 他是信耶穌 不過 他的方向 就不是向神 是向 一小部分向神 一部分 神就是什麼呢 就負責 上教堂 看聖經祈禱 其他就是自己的 那這些觀念 其實不是聖經所說的 就是說 處理這些 和他被人傷害 他被人激傷 發脾氣 天天都苦悶 不肯遙恕 而遙恕 神給我的方法最簡單 就是 看出那個人 其實他都受過很多傷害 我看出他的時候 我就會 接納他 祝福他 會遙恕他 人的傷害 可以說是 第一 殺手 第一 就是 令到我們 心不平安 沒有輕殺 而神給我的教導 很重要就是 不要吃垃圾 那些人負面 就不要吃 但另一方面 我又去祝福他 我看出他 還有負面思想情緒 很多人都是活在負面思想情緒 就是 哎呀好慘啊 好煩啊 哎呀好重淡啊 人又不好啊 世界人不好啊 教會都不好啊 哎呀 教會是想拿錢啊 這些錯的東西 那這些事情 處理 因為負面思想 就應該很誠信 負面思想 覺得 世界不好 那就煩啊 啊 啊 丈夫不好 梯子不好 或者覺得 要生氣他 就會不開心了 還有呢 神應該令到我生活順利 全部都順利的 這都是創意念 因為聖經說 是先求神的國 和祂一起 要加給我們 天理地何等高 祂的慈愛 敬慰祂的人 都是何等大 是親近神的人 才能得到神的福氣 原因是 他信耶穌帶回家 吵架 又吵架 為何得到神的福氣 得不到 所以一定是親近神 信靠親近遵從 基督徒就是信靠親近遵從 遵從就包括侍奉 這樣的時候 他就整個生命 就是一步步 負面思想 以及潛意識 潛意識就是什麼呢 他以往受的傷害 入了深層 那深層就會 他不知不覺地 就覺得自己是沒有人喜歡 自己沒有價值 人是不好的 侍奉是沒有用的 愛神是沒有用的 錢才是最重要的 這些潛意識 就會在人的發夢 在人的自然表達 那些勞氣 猛症勞蟲就會彈出來 這些就是 需要一天天去親近神 和處理生命 將那些垃圾一天天清出來 是不容易的 由發惡夢 至到沒有惡夢 是真是一個長的過程 和邪靈 邪靈的影響 他擺偶像 或者接觸靈界 這些影響 邪靈會控制他的生命 令到他失控 令到他意志失控 然後就是 情感 很多人封閉了情感 他以為這樣就簡單些了 但其實封閉了情感 亦都很難愛人 封閉了情感 亦都很難愛人 又很難感受人的痛苦 很難去幫人 又會對於自己問題不敏感 所以有些人以為這樣就安全些 但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見到很多 年紀開始大的人 男性比較多些 他又不出聲 整天坐著嘔嘔嘔嘔嘔 又沒有反應 那不只是練長 有些年輕的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要釋放處理的 還有就是 以後到的靈 靈在親近神的時候 他學到專注愛慕神 親近神放下重担 神就會去醫治他 但其實這些是要一起的 所以最好的就是 不是一天的營會 連續的 不過如果還沒做得到 就一天就算了 或者不用過夜的 譬如 早上到晚上回家 簡單一點 日後再練過 這樣做就行 連續幾天就更加好 連續幾天 因為其實這些教導 加上祈禱釋放 有教導又有釋放 連串這樣做 就會清理了一部分 而有時候有些個人 他處理不到 還有很多個人是不能夠學習到的 你一直教他 他聽不到你說的 他應用不同 是需要個人輔導 個人輔導 除了你們自己 就興起更多人去做 這樣的時候 就能夠聆聽他 感受他的感受 然後關心他 又會覺得被看重 然後聽他說的 一方面就是 回應他感受 另一方面 就去引導他 不是教導他 因為很多人 他在這個層面上去 那層面 基本上 他是有一種難阻的力量 譬如說 兩夫妻在發明 你說你今晚回去 雪女方 一起祈禱 你今晚回去 不要再看這些 你悔改順處 他根本覺得 說就這樣說 這些是宗教 我回家 我另一回事 這個是 需要一路引導 讓他看到 走在這個路上 是你越來越覺得污衛 你越來越覺得難以親近神 越來越多內疚 總之你在思想裏都是污衛 看到異性 就想到色情 不潔淨 或者有些人就覺得他衰 這些就影響了他整個生命 引導他 引導就不同 教導就引導他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覺得你現在被什麼影響 你的思想是怎樣的 而知道 又不要批判他 就不要說 你真是很慘 你真是很衰 而是說 對 你想不想離開這些警方 總之全部都要引導 問題引導 讓他去思想 就不是說你要怎樣做 然後真的要教導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想不想我給一些提議 你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他說他願意的時候 那時候就可以教導 但教導都要整天看著他 聽到 他能否專注到 他能否明白 能否認得到 就是 輔導的總意 就是說 不要只是教導 是聆聽他 而知道他的狀況 引導他分析 引導他 知道他怎樣處理 然後怎樣一步步去處理 他有沒有動力去處理 讓他去明白到 讓他去明白到 他自己真心明白 他想去做 你想不想 好像這些基督徒這麼喜樂 因為你想 經常都這麼煩 通常那些基督徒軟弱 他就會有很多煩惱 有些基督徒很偉身 不過他也會有煩惱 因為他不會處理生命 他肯是否不代表他沒有煩惱 所以其實都要由我們自己本人開始 而我們本人 越處理得多 即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東西彈出來 為什麼彈出來 忽然間想到某一個人 某一個傷害 某一個事件 這些彈出來 都是聖靈提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很多人一想到這些事情 就是很壞 我真的很壞 這個又不對 他就是內疚 內疚 我們知罪 立刻悔改 這是聖靈感動 但是長期內疚 是魔鬼的作為 它是控訴第一 就會有控訴第一 我們知錯 就是爭恨罪 我會說我是錯的 但我不是一直很內疚 我真的沒有希望 不是沒有希望的 我是有罪的 但是我一悔改 耶穌正面說 我爭恨這個罪 我不想再犯 而且釋放當時的憂傷 耶穌都陪我一齊 因為耶穌和我們一齊 不只是我們信主之後 未信主 祂都已經揀選我們 祂已經和我們一齊 祂已經想祝福我們 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去感受耶穌 在那時候 祂會給我們什麼意見 也看回今天 耶穌由那時候救我 一路幫我幫我 神一路一步 是一路提升我的 看到神原來 知道我的痛苦 我的痛苦不是神知道 神都關心的 於是 祂就說 不要緊 其實神會給我 不用受這些傷害 就釋放那些傷害 也釋放那些人 我看出他 我又祝福他 其實他比我更慘 我又祝福他 去回這些位 他自己要做的 要教他們怎樣做 平日一想起這些人物 就放手 這些事件又放手 不要緊的 神給我 所以根源始終去回神 是祝福的 神是醫治我們 我們看看有沒有神 醫治你 安慰你 讓你平安 喜樂 有的 就是神在做事 你就看多些神的恩典 所以所有 我自己覺得 和神關係 處理生命 全部都要和神相連 因為有些人 都確實在親近神 你要祈禱 你要讀聖經 你要聽話 你要遵從 就是律法 而不是神在幫你 經常幫你 經常掛念你 經常跟你一起 經常幫你 經常連接 去神那裡連接 於是就喜歡神 喜歡讓神繼續改變 因為有些聖靈提醒 神正在改變我 正在提醒我 甚麼都會想到 跟神相連 就會喜歡神 喜歡神的時候 就會肯 讓神的改變 去祈禱釋放 祈禱釋放 會有不同的反應 由輕的 到最嚴重的 輕的 最常見就是蒙蔽 就是 我們講邪靈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望著眼 望著眼有兩個原因 叫他望著眼珠的中間 首先 愛護神 可以不需要這樣 閉著眼 如果我做釋放 第一 享受神 多謝耶穌 其他時候 我會多說神的愛 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 神祝福我們 多謝主 讓我們輕散 不是再律法 不是說 我們要奸美神 而是說 耶穌真好 耶穌陪著我們 耶穌祝福我們 因為愛是改變人 小朋友都是 你經常打他 他不願意改變 但你體重他 關心他 他的心被吸引 神的改變 所以神的改變 也不是你要信服 你要悔改 這是人的本性 喜歡做律法的事 如果用神的愛 神知道你需要釋放 神很關心你 神很疼愛你 神又有方法 你放心 神一定搞定 先享受神 放鬆的人 聖靈就容易臨在 臨在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 看到他經歷聖靈 他身體搖動 看到他為了感動 哭 到某個時候 看情況 如果他哭 可能憂傷出來了 可以問他 你是感動還是憂傷 感動 就不是需要釋放 憂傷就需要釋放 就是憂傷 如果他可以幫你 告訴你 我想到什麼憂傷 我們就引導他 讓他知道 神現在知道你的困難 神現在在愛你的 神很想釋放你的 那些人傷害 不要緊 神給你 神會醫治你的 醫治你和人關係 有些人 他未信他未必改變 或者信他未必改變 但是 你愛人 你這麼多好的朋友 不要緊 神會醫治你的 他的憂傷 無論他什麼 我們可以 在這個祈禱 我有靈 親近神 也有悟性 但悟性 不是很悟性 神 將他的憂傷 趕走 將他的煩惱 趕走 被人傷害 趕走 而不是那種 而是 耶穌很疼我們 那些人的傷害 不要緊 那些罵你 已經走了 現在耶穌在說 我愛你 我們一起享受 耶穌的愛 是心靈那種 引導他的思想 負面思想 清長 有神那種正面的意念 進入 那時候 他一路相信神的愛 便會釋放 好了 但是 都會有時候 趕邪靈 那時候 可以看著眼 也可以不看眼 我會問一個人 你看眼 容易一些 不看眼容易一些 有些人是 看眼難一些 因為他不好意思 不自然 那就不看眼 但看眼 我就叫他 你不要當看著我人 你當他看著一點 當他看著一點 因為第一個意思 就是裡面的邪靈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 他看到我 看到我 跟從神的人 他就會怕 他就會有反應 在裡面 會有反應 會發脾氣 即是他不是發脾氣 他用人的說話形容 即是他在那裡抗拒 很硬 靜到他不舒服 頂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奉人鬆命趕 但又不用整天趕 我趕的時候 一個方法很簡單 就是 當他覺得 這裡緊著 我就告訴他 我一開始 還沒趕邪靈 我就告訴他 神有一切的權命 趕走邪靈 邪靈是絕對沒有辦法抵抗耶穌的 神已經賜給他的權命 淺入石和蠍子 有聖過仇一切的能力 斷滅的十多能害我 耶穌是得勝的 你有深信 耶穌是得勝的 耶穌一定會把他趕走 放鬆的 然後把他趕走 然後把他趕走 我有什麼聖經的根據呢 就是耶穌在門頭 趕走 叫他們受聖靈 嗯 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所以這是另一個經文 就是 其實未到五巡節 他們都有聖靈 嗯 他們就趕走出來 為什麼聖靈可以傳遞 邪靈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聖父聖子聖靈 都是創造天使的 天使 天使當作比較邪靈 所以邪靈有些質素 邪靈運作的人 他們都會身體接觸 全體邪靈 他們都會催氣 他們都會有跌倒 他們都會有些反應 不過他不同的是 他會帶來邪惡 亨暗 死亡 這些負面的意念 罪惡 但是神帶來聖結光明 喜樂平安 射罪 所以 吹口氣 他都會走出來 我試過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趕快趕快趕快 有些人以為 越大聲就越快趕快 其實 第一 自己辛苦 那天就辛苦 所以趕邪靈是很辛苦 很辛苦 我覺得 耶穌有權兵 耶穌有權兵 耶穌何時說 你大聲就有權兵 他沒有說 當然 你趕邪靈的時候 你可以用 我真的有時候 趕邪靈真的很陰身世氣 有些人說 比普通強一點 我不會反對人用大聲 不過 其實 那個受助者 又會辛苦 聽得很吵 喉嚨又傷 其實不用的 你說 大聲一點 有時候 有些人會幫助 例如 有些人聖年因高復時 都會大聲叫 有些人 有些人 嚇了跳 放鬆了 立即 有些人 有時 他趕邪靈 突然間放鬆 有時都有 不過 我覺得 不用經常用這些方法 做做下 我又會愛慕神 有時候叫他笑一下 為什麼笑一下又會得 因為他想到神的愛 神的同在 神的比好 然後 黑黑笑 神的同在 就會充滿 又會出來 所以 趕邪靈不是單一方式 總之 在聖年充滿的狀況 越是聖年充滿 那些邪靈 就越快走 好了 先說到 眼望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 邪靈看得出來 他會走 第二 如果看到他有蒙 有否蒙蔽 他會看到 或者我們有時都會看到 我試過我看到 為什麼眼望有些東西蒙著呢 他有時 他又會看到 我們蒙了 蒙了由 選少少的蒙了 直到 好像黑布 也有 直接看不到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蒙蔽的靈 耶穌清理這些蒙蔽 然後 有些蒙蔽 是去到最強的程度 是他能夠看你 好像昏迷 馬上 一會兒 一會兒 昏迷下去 其實他不是真的昏迷 他聽到你說話 不過他不會認到 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先說 待會兒 這個情況 你一邊想著 耶穌會得勝 深呼吸 如果可以就吹氣 深呼吸 其實也有意思 吹氣差不多 入氣多些 出氣會多些 深信耶穌愛你 深信耶穌會趕走 這些最嚴重的情況 我試過有一個 一趕他就一身掉到 然後再趕 總之過一輪 他又醒回 正常回 我就教他 你有信心和人 你的心拒絕 這些邪靈 其實很重要就是拒絕罪 很多人的負面思想 就是影響他裡面 所以他總是 邪靈趕不走 如果有人處理生命 邪靈很快就趕走 還有 他的傷害 總是撿住 有些人總是撿住 我們說其實 傷害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說 好像人們將糞便到在你身上 差不多意思 你每天一邊問 你問他 臭不臭 還不臭 還是快點洗乾淨 不要再想了 這些是不需要再想的事情 有些人 我不公平 不奮氣 誰受苦 自己受苦 但有些人說 這個人是我丈夫 我太太最重要的人 她是這樣的時候 你再激氣 你越更加失去 但你越不激氣 你越放鬆 你越對她好 可能改變機會更大 其實有很多人 她一方面被對方激氣 令到她激氣 其實她激氣 令到對方很難受 她又不知道 其實是互相的 所以她能處理到 輕鬆 她的家庭更加容易 有些是強烈反應 但強烈反應 我試過以前說 有時候說到很清楚 都說不到 我就會告訴你 你有什麼罪 有什麼執著 有什麼強硬的地方 你都放手 放鬆的人 yok 也靠高 甚麼感覺 當中 人生 не так 真的快 用不同的方式 輕鬆的 享受 這個又加上了 處理 心理會有事情 因為會鼓勵其他人 如果分享的時候,牽涉某些人物,就不要講誰人,只講一個人 免得那個人看的時候就說,你又說我什麼壞,什麼壞 考慮如果那個人看到,也可以整蒙的 我想你也可以,如果這些技術上,你想我去幫助,可以告訴我 整蒙了,就可以轉聲,有工具可以轉聲 轉了聲之後,沒有人認得,但這個留底是很重要 將來有些人會等你們 有些人看到,其實我也是,經常有人看到我的影片 包括你們在內,是你牧師先看還是你先看? 他先看,然後他先介紹給我 其實全世界不同地方有外國的教會 華人教會有四處在找我,除了香港那些 這些都是神一路擴展,當你放上網,你不介意把你的聯絡方式告訴他 我還沒所謂,我全世界都被人知道我的電話 WhatsApp什麼什麼,你自己除你自己的感動 這個第一,會擴展你的靈魂,你會有人找你,你會帶到一些人睡人送 這樣教會看到那個過效 你可以先在家裡幫他 因為你聖靈運作,在教堂,除非你教堂已經接受了 還沒接受的時候,你家裡運作比較方便 而在教會可以,那就更加好 那就真是全面性了 但是可能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 教會覺得,哇,這裡一批是這樣的 這一批是這樣的 但是都盡量對那些人友善 又不要批判 譬如我介紹聖年聖門 不會說,你們沒有聖年聖門,是神喜歡你們的 你們又受不了 這些說話沒有意思的 我們只是說,神很愛你,很想跟你有親密關係 你想想更加蒙神的喜悅,走在神的路上更加給神使用 那就看他的反應 如果他反應好的,我繼續說下去 如果他反應不好的,就先停下 聽他回應一下 在關於釋放方面,我不知道你 因為我網上也有很多 我先說到大約有靈魂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什麼意思呢? 他回家又吵架,他又夜一夜睡覺 吃東西吃完垃圾吃完,又沒有運動 他人又不開心 總之生活都是一些顛倒的生活 或者他在公司怎樣跟人相處 他都是用報復的心態,發怒的心態 這些都是要處理的 整個人生命處理 思想、意志、感情處理 又跟神的關係處理,能夠專注祈禱 有些人說很難專注祈禱 一分心,立刻又想回耶穌 一分心之後想回耶穌 就不是想耶穌的樣子 只是想耶穌祝福的愛 耶穌愛的愛 其實他天天親近神 一想到什麼人傷害 立刻處理 對人的憤怒 一處理 他都會一直釋放 他自己感覺到邪靈 又可以跟耶穌命推他出來 推他出來 這樣又可以 對人的感覺 我想主要是比較成為提及的 就是可能需要一方去收的時間 讓他們明白在靈魂體三方面的 同時處理 和生活 和生活的習慣 就是習慣 和習慣 在同時去 如果單單處理某個層面 其實比較片面 但其實我們每次聚會之前 都有祈禱和釋放 我們每次做個別的苦途 我們有整體的教導 我們每次都重複那些教導 所以我們有時跟他個別談 都簡略說回神的愛 你跟神關係 你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何處理 然後你有沒有靈界影響 簡略的去 描述一下那些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個別這樣做 然後到上海有一次退休 我自己應該多些去處理 即是弟兄之間 即是弟兄們的問題 Catherine都會處理 我的問題就是 我發覺弟兄 其實就像你這樣說 其實多了很多 是比較感情比較麻煩 即是他們不懂得去愛神 即是好像他們的感覺就是 我透過侍奉 即是男士 我想是有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覺得 應該怎樣去幫助這群弟兄 即是他們不懂得感情去 去投入去愛神 那我自己就覺得 用各樣的智慧 以及各樣的經歷 以及我們自己 心中儲存不同的經歷 你都可以詢問他 有哪些東西你最喜歡的 打球啊 踩單車啊 旅行啊 釣魚啊 有什麼喜歡的 讓他講一下 講得開心心 都是一種醫治他的情信 他的感覺 他能夠去到經歷那種開心 他能夠說出來 好了 下一步了 有些開心經歷先 有些不開心經歷 你可以說出來 形容出來 其實這個情緒醫治都可以做 說回 誰會傷害你 難你 你的感覺 他說不到 我們要引導 上網可以找一些情緒的名詞 情緒的詞匯 比如說 激動啊 煩惱啊 怒氣啊 失望啊 灰心啊 很多些名詞 我們都可以教導這些名詞 他們就看到了 你有沒有這些感覺啊 什麼事情發生 你有這些感覺 讓他能夠懂得說出來 開心的 他能夠說出來 有成功感的說出來 這個 所以可以 這個成為一個project 也都可以 有時候退休 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或者平日 給他一張紙 你試試想想 當然我們引導他 就讓他自己做 因為如果他真的 逐步跟他做 都挺用時間的 想回一些什麼經歷 帶給你什麼感覺 能夠說出來 好了 說出來 你能不能夠 心裡面都有那種感覺呢 譬如 亦都可以有些project 你走去海灘 吊魚 打一波 在那一陣子 你感覺一下那種感覺 那你呢 又喜歡那種感覺 又欣賞神給你那種感覺 留意那種感覺 也都包括 留意到老氣 或者負面的感覺 我自己呢 我曾經有一年 是學習短目課程 那麼 那個短目課程呢 其實對我生命 都很大影響 就是 在我更新來講 除了聖年充滿 這些教導 另一個就是這個短目課程 因為短目課程 教我 敏感我自己的感覺 和人的感覺 和處理 和輔導 很多時候有小組 那些學生幾個 一個老師 有個學生 就講粗口 這個人是外國的 他們外國人 有時候會講粗口 那老師在個別的時候 他可能逐個逐個都問 當我們講粗口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我的直覺反應就是 想說他是錯的 這個錯是思想 不是感覺 感覺是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這一類的 開心 憂愁 憤怒 激氣 懼怕 羞恥 內疚 受傷害 這類的感覺 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感覺 不懂得說出來 有這些名詞 讓他明白 那我學過 我知道 不要回答是錯的 不應該的 這些是 thinking 我覺得不應該 這個覺得是 thinking 英文就簡單 I think it is wrong I think it is not right for him to do that 我覺得是不對的 但感覺就是 當時我想了之後 我就說 我覺得我有點憤怒 那個老師的反應是 真的超乎我自己的想像 亦他很想深刻給我們知道 他立即彈起來 立即呢 滿面笑容 恭喜你 你知道自己的感覺 他說 中國人很多不知自己的感覺 男人很多不知自己的感覺 牧師更加不知自己的感覺 後來我反省 知道有什麼益處 其實很重要 後來我發覺我探病的時候 有時我會覺得悶 我就忽然醒氣 我悶 到將來我審悔的時候 因為神審判我 不只是我傳福音的那些 神都審判我去探病人 有時你每次都悶 那些病人的確是悶的 但是我想回 其實他很悶 他需要有些人 令到他開心一點 所以我就會說 求主幫我 開心一點見他 提升他的開心的情況 我就放下我一些悶的感覺 不要覺得很悶 而是說 我去克服這件事 去帶多一些喜樂給他 如果我留意到 我就處理到 我留意到有怒氣 我懂得處理 我留意到失望 我懂得處理 如果我留意不到 我怎樣處理 都不懂得處理 所以他們需要留意到 然後需要處理 你可以說回我這個例子給他們聽 你留意到 譬如你留意到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他一見他太太 我會覺得很悶 不想說話 立即留意到 留意到的時候 我們會否知覺這是罪 這是問題 有些人說 他這麽壞 他這麽長氣 當然是悶 但我們想 將來審判的時候 我們這些悶氣 都要交障 那是否 當我們想到 為何我和太太 或丈夫 會覺得悶 這件事是需要處理的 那我就會看到 什麽原因呢 他長氣 他長氣 我有沒有過錯呢 這個最好有婚姻輔導 這是另一個大題目 有婚姻輔導 引導他們兩方面 其實通常來說就是這樣 婚姻輔導 女性喜歡多些關心 溝通感覺 溝通被關懷 和有責任感 女性通常 家裏有什麽食 子女怎樣情況 她是最關心的 丈夫也很關心 所以關心 如果對方不接受 她就會再說多一次 再不聽又再說多一次 所以就會長氣 男性通常比較 沒有理會 所以都不會關心 又會暗 少點暗 有些都會暗 有些 就會不理不關心 希望不開心 是為些清淨時間 這是我簡單的 男女的分別 所以女性就想她關心 她又不關心 男性想女性給她空間 她又不給她空間 所以輔導 我首先講出那個問題 兩方面覺得我明白她 我又不控訴她 這是正常的 其實多數的夫妻都有這些問題 那怎樣做呢 就是丈夫更多知道 太太很想她關心她 就回應她的感受 留意她的感受 去關心她 支持她 讓她覺得被愛 而太太知道 男性的空間 就可說幾次 如果她聽不聽 女性就寫了事條 提醒她 我問一下她 我們有這個問題 怎樣處理 她不開心的時候 女性就喜歡查根問題 但男性就喜歡她 不要理我 讓我先處理 給大家一些空間 或者大家溝通 有問題 你想不說出來 你想我怎樣 如果太太沒那麼暗沉 丈夫有時候願意說 她能夠這些問題 處理的時候 知道這些問題 原來我生氣太太 我覺得她太常理 我覺得她容易生氣 這些怎樣處理 我們的生活是寶貴 我們全面性 醫治處理整個人 實際上太多基督徒 是沒有全面性 去醫治處理整個生命的 如果整體看很多的廣道 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輪到去講這些問題 就要講這些問題 都是很簡略的去講的 所以我覺得 很需要這些全面性的 整體處理生命 而實際上 最重要的是 每個人去處理 牧師很難做 什麼都說了 很多小事都很難說 她學到那個意思 她就能夠回家 平日有什麼事 我會生氣太太 我會留意到 我不喜歡她 我會避開她 我會避開她 我就會 這些就是 引導那個男性 去明白 她有這些感覺 然後引導她 怎樣去思想 去解決 最重要的那個推動 就是 神愛我 我是很寶貴 我越走神的路 我越得福 我就越發揮 我周圍的人得福 我越不走這些路 我越大破壞 那你想的生命破壞 還是不破壞 你深不深信 下太神的路 是最好的呢 因為你覺得 信耶穌就是回教堂的 不斷做這些事 要說整件事 基本上 我們的生命 好像一個圖畫 最近有一套戲 說到那個 小屋 天堂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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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戲 被很多傳統教會的人批評 批評 找個人來代替 聖父聖之聖靈 你當它是小說 不要當它是真 不要當它是神學的小說 但有一個圖畫是這樣的 聖靈帶它去看花樣 很亂很亂 它說這就是你的生命 事實上很多人的生命都是這樣的 婚姻 情緒 思想 同神關係 事復 什麼都是亂了 月七八糟 然後逐步引導它 如何處理 將生命整理 這個觀念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 整個生命是需要醫治處理 它包括它的情緒 而情緒又牽涉到 跟人的關係 跟事情的處理 這樣的時候 它就逐步逐步得醫治 所以這也是一個 continuous的過程 但有了這個觀念 有些人主動學 他們就懂得自己 主動去處理 好像我這樣 老師一說完 我就反思了 我有些什麼 這就是 Active Learning 主動的學習 回去也鼓勵人主動學習 你學到一件事 你回去就主動去處理 你整個生命就很快 處理得到 所以男性都是說 你能夠處理到 人就更開心 因為很多男性 是有一種 封閉 我會避免 太太又長氣 我會避免她 我想找一些我開心的事 但我開心的事 做的時候想著家 睡到家很快 很多事情都是慎 慎人的不好 太太也是慎 有幾個女人走在一起 你還不聽我 聽她 你還不關心我 生命裏面 都不懂得去 醫治釋放 在教會 教導她開始 然後她自己實行 所以在你們的教導 你就去幫助人 處理生命 她回來 有些什麼 分享 就分享 其實就在乎 最終就是她有幾體重神 她願意幾多處理 發揮她的生命 她願意的時候 人就開始醒了 原來這樣我生命提升了 原來我這樣 我生命發揮了 她就會 當她這樣處理 和親近神 她的生命就一直提升 所以用各人的智慧 將男性的感情恢復 其實女性一樣會有的 女性將傷害壓抑 將憤怒壓抑 對於有些人封閉 有很多女性對於丈夫封閉 因為覺得跟丈夫聊天 差不多 對於她抗拒了 不喜歡她 覺得她不會明白 這樣的生命都封閉 不喜歡她 不喜歡 可樂 搞不好 小燈 可樂